Hello大家好 本来今天呢是不用录影片的 可是因为我这几天上班 从报纸啊 还有新闻里边看到了一个重大的消息 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 就是在雷丁附近 在Town Center市中心的这么一个 在Falbury Garden 礼拜六 也就是20号的晚上 7点左右发生了一起 吃刀杀人案 对我刚才又看了一下 就是20号 当时呢我还在上班 并不知道这个情况 回到家以后呢才知道的 第二天呢我又看新闻 我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昨天我上班的时候 各大报纸上是这样刊登的 Daily Express 说英国情报局的MR5 就他 已经知道有这么个人 第二个报纸 Daily Mirror是这么说的 他杀的这个圆圈的就是历史老师 第三个 The Sun 太阳报 英国媒体就说 这个从利比亚来的这个男孩呢 2012年来到英国 他是 25岁 我怎么看着他长得好像有点像 像亚洲人呢 利比亚 这么样子 他有精神问题 说每个周呢是每个月都定期的有这种精神 并鉴定专家 心理学家去给他聊天 现在英国的大夏天呢 还是非常晴天的 到晚上10点多甚至都有可能是大晴天 只有在冬天三四点就漆黑漆黑的了 也就是说在光天化日之下 拿着这种刀子 对手无寸铁的人 因为就被定为恐怖袭击嘛 当时有一个目击者呢 他不是一个小圈子 一个小圈子 他杀死了应该有三个人 其中有一个呢是一个历史老师 还有一个呢是一个美国人 在英国定居了 再有一个呢就是他们的朋友 他当时目击证人就说 他拿着刀子呢是成逆时针 在这个小圈子里 捅死了一个 然后又跑到另一个 是这样子 目击证人说一开始呢 有可能以为这是朋友在闹着玩 就没有想到会是这个样子 当他看到他的刀以后呢 他意识到这个事情不对 就大喊到快跑 往里挺多挺多的人 当天晚上这是七点 十一点的时候呢 就在市中心有一些公寓 警察呢就进行搜查 就是这个男孩住的地方 他叫什么名字 反正是我当时没有记下来 挺难记的 所以当晚上十一点的时候 警察就去他住的地方 进行大规模的搜查 就想看看这是不是一个 一系列的恐袭什么的 他精神呢不正常 然后又和国外的这些恐怖组织呢 有所联系 英国的情报组织呢 说已经掌握了这个消息 但是我觉得情报组织 不可能有大批的人员 就是派上一个人 24个小时盯着这些人 你这些精神有问题的 或者是就有这种 这种嫌疑的人呢 的确是很难弄的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的警力和人力 去一天24小时跟踪你 所以 当时就被定义为 并不是一个直接的威胁 对社会呢 也没有那么巨大的威胁 就是精神稍微有点 不是很正常 然后采访他的邻居 邻居就说他有一次 从他住在顶楼嘛 也可能比较楼顶 他从他的窗子里边 扔出来一个电视 就说精神不正常 他是怎样申请的庇护 政治庇护呢 就是说他在国家内战的时候 有精神恍惚 就这样子就被英国留下来了 是这样 采访和他在一块的朋友 朋友就说他这个人 不是不怎么笑 跟他说话呢 好像他这个人 根本就不在那里一样 可能就精神 精神就不太正常啊 或者是我觉得有 但这种时候你真是 就好像 这几个人真是挺可怜 在 在 不幸 就是在不应该去的 时间和地点去了 不该去的地方 可以 也就是说你说在光天花日 人家在公园里边 你这 简直就是这种事没法说 下面呢 就是我听我同事说的 说有一些店铺呢 已经是关了 就因为被定义为是恐袭嘛 反正今天就发生了这么一件事 我想和大家说的就这个 是吗 我一会呢 就要去上班去了 所以呢 有空我们再聊 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 听说了吗 这事 swell bob Protocol 一件事 明镜 微静 小